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于是她进了药厂打工 在这里她遇到了林淑儒 她是著名富豪林百新的爱女 家族背景雄厚 妥妥地附加千金 年仅21岁的两个年轻人相识相恋 而林百新坚决表示反对 自己的女儿是台北医学院的校花 要学系的高材生 郭台铭却是专科毕业 身无分文的穷孝子 她不想让女儿跟着对方吃苦 可惜林淑儒不惜和父亲断绝妇女关系 坚持嫁给了郭台铭 婚后生下一儿一女 她因为没有钱给小孩买奶粉 她只能让孩子喝米饭煮成了米汤 一味白富美 落魄至此 她也不肯像有钱有势的娘家低头 然而1974年 郭台铭创办红海塑料公司 之后几年公司入不复出 合伙人陆续退出 创业困难 公司几经倒闭 为了丈夫的事业 林淑儒才忍不住 回娘家开口借钱 到底是亲生女儿 林百新大手一挥 资助了郭台铭70万元 成功帮郭台铭顺利周转 而郭台铭也没辜负妻子的信任 公司很快有亏为盈 1988年 她又在深圳成立了 富士康机密组建厂 引领了一代工厂浪潮 时至2005年 郭台铭登上了台湾首富的宝座 只是消息公布出来的次日 妻子林淑儒赫然与世长辞 郭台铭在商业上的天赋 证明了林淑儒的眼光不错 但她在感情上 实则辜负了林淑儒的一片痴心 婚前恋爱时 她对林淑儒无微不至 婚后在柴米油盐 和创业艰难的搓磨中 她忽略了贤惠懂事的妻子 等到事业有了起色 林淑儒陪孩子去美国读书 夫妻分隔两地 郭台铭又渐渐起了一心 1988年 郭台铭在外应酬时 认识了大学刚毕业的陈从美 两人拟来我往同去的近五年 时间长了 林淑儒自然发现不对劲 她回到台湾后 郭台铭便向陈从美提出分手 不甘心的陈从美社局 拍下了两人的大尺度录音和影像带 以此向她索取巨额分手费 对此郭台铭毫不心慈手软 立刻把陈从美送进警局 状告她威胁勒索 最终陈从美被判监禁四个月 整个出轨事件里 最大度的当属林淑儒 她不仅没哭没闹 还力挺丈夫帮其摆平风波 2000年 郭台铭为表感激 送给她一座以自己英文名字命名的城堡 可奈何红颜博命 不到两年 林淑儒被确诊 患上了乳腺癌 并于不久后离世 林淑儒离世后 郭台铭和许多女明星 都传出了绯闻 如邝美云 林志玲 刘嘉玲 但他们都不过只是过客 令人没想到的是 郭台铭最终竟然 和教导她与林志玲跳舞的舞蹈老师 曾心盈悄悄走到了一起 二人还顺利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2008年 郭台铭和舞蹈老师曾心盈 举办婚礼前 做了两件事 第一 她带着曾心盈到王妻 林淑儒目前说 我只有得到她的同意 才可以进展我的感情 她也对着林淑儒的墓碑说 你在我心目中 永远没有人可以取代 我欠你太多了 希望你可以接受她 当时围观记者 无一不被她的深情打动 这时 距离林淑儒去世刚刚三年 郭台铭和曾心盈的婚礼 办得不算高调 但婚礼上 郭台铭又爆出一段往事 先和宝岛哥后 蔡琴有关 据悉在2008年 郭台铭和曾心盈的婚礼上 蔡琴压轴现场 月亮代表我的心 全场听众都在大喊 蔡琴我爱你 此时蔡琴突然点名郭台铭说 郭总 你怎么不说你爱我 快说你爱我 场面一时尬住 郭台铭身边坐着新婚妻子曾心盈 她竟一时不知如何反应 最后还是曾心盈站起来 大声喊 蔡琴我爱你 拯救了郭台铭 郭台铭和蔡琴的缘分 要从郭台铭老妈说起 郭台铭曾经说 母亲是我一辈子最重要的人 当年郭台铭创业 是母亲去借了十万块 来给她做起步资金 她一辈子都在感恩母亲的付出 成为台湾首富后 郭台铭花大量时间陪伴母亲 她的每一个重要时刻 都要带着母亲在身边 郭台铭母亲最喜欢的明星是蔡琴 她只要在家 就一定听蔡琴的歌 每晚都伴着蔡琴的歌声入睡 宁淑儒去世后 郭台铭一度一蹶不振 精神状态很不好 母亲就建议她 也听听蔡琴的歌 后来郭台铭也需要蔡琴的歌声 伴她入眠 一天 郭台铭像往常那样 回家陪妈妈吃饭 妈妈坐在她对面 缓缓地说 儿子啊 你觉得蔡琴怎么样 郭台铭随口答 蔡琴很好啊 郭妈妈的下句话 惊呆了郭台铭 她说 儿子 你能不能去追她 郭台铭非常惊讶 但她是个大孝子 妈妈让她做的事 她一定会做 郭台铭马上吩咐手下 去找蔡琴的联络方式 好不容易才找到 当天 郭台铭就拨打那个号码 可是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她一直拨 一直拨 却始终没人接听 2007年 红海尾牙 郭台铭请蔡琴过来唱歌 封了一个数目可观的大红包 2008年 郭台铭砸750万包场 看蔡琴的演唱会 虽然如此 但蔡琴始终不为所动 二人最后也没能擦出什么火花 之后郭台铭就娶了曾馨莹 据悉 郭台铭与曾馨莹在订婚时 她曾宣布 要捐出九成个人名下财产 最公益之用 而后郭台铭在股东会中 呼吁股东踊跃共襄胜举 她也不经意透露 她已于第二季完成公证 未来将把90%财产捐出去 只留10%给家人 根据富比诗当时公布的 最新年度全球亿万富豪排行榜 郭台铭以51亿美元 排名台湾第三 名列全球排名第239 如依照51亿美元估算 郭台铭将捐出90%财产的金额 将于45亿美元 此外完婚后两人 还低调向台北地方法院 办理登记夫妻分别财产制 写明未来两人即时离婚 曾馨莹也无权获得郭台铭婚后 拥有的1500亿余元财产 但仍有接受她赠予财产 或继承其遗产的权利 当时曾馨莹的恩师张胜峰还表示 今后她会生活得比较自在 不需要承担外界 指她爱钱的流言蜚语 而且她本来就有能力 可以养活自己 结婚后的郭台铭 还一改风流态度 不再有任何花边新闻 一心一意地对曾馨莹好 归后曾馨莹连续生下二女一子 而且还在媒体面前表示 郭台铭很喜欢小孩 如果身体健康 还会继续要第四胎 不久前 身为鸿海集团董事长的郭台铭透露 自己即将退居二线 由此有不少人猜测 鸿海未来的接班人是谁 据悉 郭台铭有五个孩子 分别是和结发妻子所生的 长子郭守正 长女郭晓玲 以及和现任妻子 曾馨莹生的三个孩子 郭晓如 郭守善和郭晓媛 但是呼声最高的 却不是他的孩子 而是一个女人 鸿海几十年来 他一直是郭台铭最信任的人 鸿海的全臣 换来换去的不少 唯一不换的 就是他 鸿海总财务长 黄秋莲 有人说郭台铭不能没有他 在鸿海 你找郭董做盖章 未必能拿到钱 可黄秋莲若是给你盖章 你一定能拿到钱 因为 黄秋莲才是鸿海 真正的钱妈妈 在鸿海集团 郭台铭主要担任 鸿海的董事长 该集团旗下的 800多家关系企业中 有超80余家的相关公司 是由黄秋莲担任 董事长或董事 而鸿海系的不少 转投资公司中 黄秋莲被指派出任 法人代表的也是非常多 在鸿海 黄秋莲更像一位守门人 郭台铭不在家时 他就是最重要的代班人 郭台铭常说 只要是黄秋莲没批的对外投资 增资文件 我看都不看 仅凭此话 可见黄秋莲在鸿海的权威之大 所以鸿海旗下第一大臣 担任财务长的黄秋莲 从早年郭台铭创业开始 他就在郭台铭身边 他的夫君游相父 也是一位鸿海老臣 早年鸿海初创为奸 高商毕业的黄秋莲 曾借钱给郭台铭创业 日后 他到公司做会计工作 与郭台铭夫人林书如一同管账 当年 鸿海可不像今天那么庞大 只不过是一家塑胶小工厂 那风出货 黄秋莲总要跟着忙碌起来 他不光要和工人一起包装 还得把出货的账礼好 就这样 他看着鸿海从无到有 从一家小工厂 到全球代工巨头 鸿海的每一笔财物 账款能有人比黄秋莲更熟悉 更清楚 他的丈夫游相父 每天骑着摩托车四处跑业务 如果说黄秋莲夫妻俩 是唱起鸿海的一根擎天柱 也不为过 虽是大权在握 但黄秋莲从不恃宠而骄 平常处事非常低调 口风紧 与华为任正非一样 郭台铭也是执行铁血管理 头领上百万鸿海大军的郭台铭 征战全球 身上总带有霸气 而黄秋莲对待同事 却很少乱发脾气 有时郭董发脾气骂人之后 他常常安慰被骂的鸿海大将 凝聚集团士气 常有黄秋莲的功劳 不分事业和家庭 成功的人总有成功的事和情 鸿海的成功 与郭台铭自身的努力不无关系 在商业叱咤风云 也与郭台铭手下几位 鸿海大将和谋士的协力支持分不开 其中更离不开黄秋莲这位鸿海前妈妈用心辅佐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大家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